有位老师说 刚老师已经无数次被问到 中文是怎么学的 这个是真的 我我我真的要找个时间 去去录一个五分钟 从此以后再不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 怎么可以学到怎么好 好anyway 那老师们现在是七点零三分 那小高老师肯定有很多话要讲 所以我们就啊 我们就早一点开始 我先来介绍一下小高老师的经理 大家也非常感兴趣 然后我们就请小高老师啊 做那个language testing的讲座 好各位老师晚上好 欢迎你们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讲座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高振元老师 他的英文名字是Matthew Koss 小高老师本科毕业于 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 他获得双学位 一个是西班牙语语言学 另外一个是东亚研究 他还有一个minor in entrepreneurship 所以他有两个主修 一个辅修在本科阶段 硕士毕业于马里兰大学的 非常有名的啊 塞克朗识 acquisition的MA 那个program 目前他是密西根州立大学 在读博士研究生 他的老师是 Paola Winky老师 是非常非常有名 非常productive的一位老师 他的研究方向为语言教学 语言测试 语言项目评估和任务型教学法 小高老师目前任教于 乔治华盛顿大学 他的中文水平达到了 OPI superior 小高老师获奖无数 他曾获得北卡大学 Bose College Fellowship Ambassador's Scholarship Excellent Fund for Honors Undergraduate Research Fund Patterson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ward 和第十六届汉语桥 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美东区运赛冠军 小高老师在SLA领域 担任的职位也非常多 他曾先后担任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的2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pecialist 以及StarTalk的 Teacher Trainer等职位 现在小高老师是 AAAL组委会的成员 和Language Learning的 总编助理 我觉得小高老师 给我们大家印象都很深刻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可以好像 endlessly working 他可以一直工作 有很多用不完的energy 就比如说我们CLTA年会 我做了一个报告 我已经很累 他一个人 他做了四个报告 好 我们就不说废话了 我们就现在有请小高老师 给我们讲 标准化语言测试 在George Washington大学中文项目的应用 好我们热烈欢迎小高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特别是 同学这个宝贵的周 周五晚上时间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 这周五 会他周六 还要辛苦 那个钱老师 您能不能把我设为那个cohost 这样万一有声音冒出来 我也可以mute 有那么几位老师还没有mute 没关系 我可以 我们两个可以共同去处理 好 是这样的 老师们 这个测试 这个大题目 是一个怎么说 非常重要 但同时又是让我们 挺头疼的一个事情 然后 每个项目的做法很不一样 每个项目的资源也不一样 各位老师的经验和想法 也都不太一样 今天我主要是想要 先做一个宏观的介绍 然后再具体去用案例的方式 分享我们在GW这几年 大概从19年开始到现在 的一些尝试 确实只是尝试的阶段 没有什么结论 但是真的是希望分享 我们目前的一些做法和想法 然后 今天也是希望在座的各位 能够提供各位的一个经历 一个想法 然后最大的目标是希望 我们整个中文教学界 可以共同来进步 可以一起去探索 这perficiency assessment 到底怎么样用 才会让它发挥到 它最大的一个价值 大概是这么个样子 但是我们进入正题之前 是要先祝大家 是要祝大家 我人在Michigan 大概其他的老师 都是美国全国各地的 老师 端午安康 希望大家能够吃到一些粽子 我去年自己包过一次 以前也包过好几次 今年就不包了 去买吧 这样省事 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工作之余 可以劳逸结合 然后可以去享受一下这个 佳节这样 好 OK 进入正题 这个老师们 如果以前听过我的分享 知道我是很喜欢互动的 老师们随时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用chatbox来提出来 我们后面会有一个Q&A 中间也会停一下 做一个小节这样的Q&A 但是呢 我们要先热身 也希望老师们 稍微集中一下精力 我知道刚刚小班回家了 在管小孩 在吃饭 在做饭 我们就回答三个 跟我们的主题相关的问题 然后我们才可以 后面更有针对性的 来展开讨论 第一个问题 给老师们一分钟的时间 perficiency test 究竟是什么 我们刚才说要谈 这个perficiency test perficiency test是什么 跟其他的考试 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个重点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掌握的一个内容 老师们可以share with everybody 不要只chat给我 可以公开这个发 水平测试 那跟其他的考试有啥不一样 这个是老朋友 看到这个老熟人 学生不用准备 这个说法有意思 是不用准备呢 还是不能准备 这个有意思 无法预演 这个有点意思 real life出来了 有趣 还有什么想法呢 perficiency test 它究竟是什么 我们把perficiency 这个修饰放在test之前 究竟是特指什么 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两句话解决 我觉得说明我们 还有学习的空间 这是好事 不然来听我唠叨干嘛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这个也挺重要 这个是 看看这个也是个经验问题 我们目前外语教学界 常用的perficiency test 有哪些 老师们分享一下 不要只跟我说OPI 就OPI 没别的 错 大错 特错 还有什么 OPI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还有什么 可以 然后呢 很多很多呢 有老师把HSK 搬出来 其实HSK不是 HSK它的名字起的 好像是 汉语水平考试 但实际上 它不是的 perficiency test AP中文也不是 IPA也不是 IPA它是什么 IPA是 integrate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它不是 perficiency assessment 有人把托福和雅思 搬出来 HSK我刚说 不是 你看 这是考老师们 我们这个是考试 今天主题是考试 我肯定先来个考试 考验一下大家的 这个background knowledge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基于我们刚才说的 HSK不算 IAP也不算 其他的考试 比如说刚才有人提出的 STEMP OPI 等等等等 这些是可以的 您目前所在的项目 是否定期使用 perficiency test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老师们 有没有 项目里 比如说每年 都让学生考 perficiency test 或者是没几年 或者是怎么样 有人说考 有人说不考 这是个多方面的一个考量的一个问题 因为毕竟是有这个资源的问题在那 好 非常感谢老师们的参与 我们后面现在比较容易展开主题 现在知道大家的背景知识在哪里 首先我们perficiency test 其实有很多常见的误区 我们先把误区列出来 然后希望通过今天晚上的分享 把这些误区一个个的去消除 如果老师们到最后觉得还没有消除掉 还可以提出问题 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第一啊 很多人听到perficiency test 说的不就是OPI吗 好像ACFL有那么个东西 不知道是个perficiency scale呢 还是个perficiency test 那个什么advance 什么intermediate 不就是OPI吗 不是 OPI是考试工具之一 但他只是之一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考试 然后OPI跟perficiency的这个等级 不是一回事 OPI是使用perficiency 等级来给出一个分 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是有关系 但不是一回事 第二呢 很多人说perficiency test 那东西不是很贵吗 买不起 没钱 用不起 其实不是 有不同的方法去获得这种 一些不同的支持 老师们可以 根据我们的经验吧 至少作为一个参考 其实我们以前 我刚开始提出 跟我们学校提出 我要开始让学生考perficiency test 人人小 他们都不信 他们说什么样 买不起 用不起 不可能 结果呢 我说到做到 每个年级 至少我教过的每个年级 都考过perficiency test 然后呢 我们学校现在是大力支持 所以不一定 还有人提出质疑 说这perficiency test 谁知道是谁发明的 又不是我们中文专用的 那个好像是洋人的东西 不可信 错 人家他之所以可以赚这个钱 把这个perficiency test 这样搬出来是 人家也在做这方面的这个 信度的研究 不是说他凭空发表发明一个考试 然后让你考赚你的钱 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好那当然可以去读他们的这些研究 这些都是公开的 然后有人说perficiency test 那个东西不重要 没有帮助 不需要 我认为不是这个样子啊 最后呢 我们这个大学界的同行 我最讨厌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最讨厌的一个 一个我的同行们的一个回应 很多时候我提出一个问题 一个想法 一件事情 大学这个历年任教育大学的很多同行 都直接说那不就中小学的东西吗 那跟我们没关系 错呀 这说明您在这个方面经验不足 因为实际上很多我们中文教学界的 perficiency test 是大学老师参与这个研发的啊 最早并不是有人说提出 只给小学生考 不给成人考 不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这些perficiency scale也好 perficiency test也好 它的起源全部是成年人 哎 这个是老师们这个历史观 可能不够啊 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 作为这个 学界的这个老师们啊 好 那么今天要谈什么呢 要消除这么些误区好像不太容易啊 我觉得我尽量啊 第一呢 我们稍微宏观介绍 assessment这个大主题之下的三大类assessment assessment其实分很多种 啊 然后呢 我们简单说一下他们的purposes 什么时候用他们这样 然后呢 我简单介绍一下 perficiency test 从我的角度和我的经验 perficiency test 它的作用 它的用处在哪里 还有它的重要性 然后呢 我们具体来介绍 我们业界最常用的几个perficiency test 然后我们做一个对比 这样老师们可以选择使用啊 这样 然后当然后面呢 比较重要的部分 是介绍我们的经验 啊 我们呢 用过apple 用过stamp 用过rpt opic opi 等等等等 很多种 啊 然后就简单来介绍一下 啊 还有一些这个score reports 包括怎么样帮学生去准备参与这些不同的考试 这个其实是很多老师 因为您本人就没有考过 所以您可能不是特别熟悉 啊 但是这些我样样都考过 啊 然后就 比较有一套系统去跟学生 介绍怎么去考 啊 然后对怎么样帮助学生这样啊 然后呢 最后我的结语呢 是对学界的一个期待啊 还有对各位老师的一个邀请啊 希望我们能够共同来进一步 共同来做这件事情啊 好 啊 然后最后是讨论时间 啊 这样 那么assessment 简单说啊 简单粗暴嘛 啊 说分三大类 第一类呢 叫做achievement test 是老师最常用的呢 虽然我觉得他的用用处最小 他最不好用 也最没有价值 但是呢 我们人人常用啊 也没办法 还有一种老师们 以前听过我到处讲这个事 知道performance 刚才有老师提到这个 叫什么IPA Integrate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就是他啊 今天呢 我们重点谈的是 perficiency assessment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啊 但是呢 略有相似之处吧 perficiency跟performance 啊 那么我们简单先说一下 perficiency test 它是什么 perficiency test 刚才有老师其实提出来了 然后说的是非常准确的 perficiency test 它考的是学生 在没有预言过 没有练习过 符合实际语言使用的场景 和情况当中 使用语言的一个能力 当然perficiency test 一般来讲是 啊 面向 母 非母语的 这个语言使用者啊 一般来讲 我们不会 啊 像actful的perficiency scale也好 像这个欧洲的 perficiency scale也好 那些都是建立在 二语学习者的这个 啊 级别上啊 它是真对二语 而言而不是 native speakers啊 然后呢 perficiency 最大的一个重点是 教室以外 也就是学习 学习场景 学习的这个环境 之外的 外语使用能力 就是说学生 他学过 他上过我们 这么长时间中文课 他出去 没有老师的帮助 没有教室的 各个支持和音价的情况下 他独立使用语言的 这个最高级别 到底在哪里 那么也许最重要的 这也是老师需要帮助学生做好一个心理准备的啊 我以前真的是这个战场历练过之后才知道我自己考过那么多回摩尼的OPI哈 它的重点 它的目标 是找到学生的语言能力的天花板 也就是说啊 考perficiency test 是一个不愉快的体验 为什么 因为你总有那么一刻 你的语言能力会不够 你会垮 然后那一瞬间呢 真的是不舒服 真的是不爽 然后考官坐在那里保持着微笑 然后你坐在那里 预言又止 因为你表达不出来 或者说是也写作也是这个样子 阅读你读不懂 听力你听不懂 它是找到你那个过不去的坎 其他的考试是让你发挥你所知 发挥你所能 然后重点不是坑你 不是找到你过不去的那个点 但perficiency test 它就是这个样子 一开始你很舒服 你觉得哇 这些都是力所能及的范围 没问题 结果走着走着走不下去了 perficiency test 是这样一个心理过程 那么他考的是什么呢 他考的要么是comprehension 要么是production 但他不是对语言本体的知识 他不考你语法知识 他不考你主语是什么 宾语是什么 宾位结构这些 他不考 他也不考你的词汇 他是考你的沟通能力 是这样 然后呢会使用不同的mods of communication 比如说两个人的对话形式的 或者是阅读啊等等这样 然后这个是重点 刚才有那么几位老师说 学生没有办法事先做准备 对也不对 某种意义上学生学外语就是做准备嘛 但是意思是说考试的前夕 学生绝对是没有办法去拼命的复习 什么大纲啊 背什么单词啊 这些老师们看到那么多人说啊 托福好难啊 我背过那么多单词 我还是考不好 背不会啊 这背也没用啊 他考的不是单词 他考的是语言能力 对吧 啊 那么就是说他所考的语言 也就是说考官他使用的语言 或者是文本你要读的那些文章 或者是你要写作的这个题目 他考你的语言呢 话题啊 任务啊 等等 是不会跟任何一个curriculum直接相关 也不会照顾到学生的学习背景 或者是学习者身份 他是当作你是一个外语使用者 一个中文使用者 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好 这个做到了是吧 再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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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垮在哪里 垮在哪 你就是这个水平 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perficiency test 他的结果 或者说他的成绩 简单说他只是perficiency 级别上的一个级别而已 他也不会给你多少分 也不会给你啊 其他的什么像百分比啊 这些不会 他就是一个novice high 就是一个advance low 等等这样一个很简单的结果 但是这个结果又有一个实际的 可以去解读的意思 这个意思呢 又会帮助学生 比如说在工作上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啊 去很清楚的描述他使用中文的能力 我们最大的一个心得啊 我开始让我们二年级的学生考 perficiency test之后 最大的一个完全是惊喜类的一个收获 是很多我们学校的学生啊 我们学校的各位知道 我们学校在Washington DC啊 我们很多很多学生 自大一开始就出去找实习 他们各种想要进国会的 想要干嘛干嘛的 各种政府部门的这些啊 然后学生就很高兴的 首先是问 他说老师我考这个 我能不能写在简历上 我说可以啊 结果很多学生啊 告诉我他直接拿到工作 或者是实习的机会 是因为他有一套系统的办法 直接跟面试官解释 他用中文的能力在哪里 他说你要我用中文做ABC 我可以做 你要我做DEF 我做不到 目前我这个程度是没有办法去完成 这种啊任务啊 那面试官对他印象就很深 他对自己的这个中文能力 摸得很清楚啊 学生回来跟我说这个 你看啊 老师真的是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啊 觉得还不错啊 大概是这样 这个啊 这个图啊 不是我做的啊 但是是我经常跟我们大学生 分享的一个图 performance是干嘛的 proficiency又是干嘛的 简单说啊 performance 我先读一下哈 performance is the ability to use language that has been practiced and is within familiar contexts and content areas proficiency呢 is the ability to use language spontaneously in real world situations in a non-rehearsed context and in a manner considered acceptable and appropriate 也就是说简单给我们的学生说啊 我们上课玩的这一套是performance 你出去用中文 人家也不知道你中文学到什么程度 他不知道你会什么 你不会什么 他就直接当你是 个 proficient speaker来对待 然后你听不懂 或者是你能完成这个任务 那就是你的perficiency啊 学生就哦 这样比较make sense 啊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三类考试啊 简单讲 很多学生可能一辈子 他学中文五六七八九十年啊 他可能不会考perficiency test 除非学校 或者是他要去啊 应聘的某一种工作职位啊 等这一类的结构 这个机构会要求他去考 否则的话学生一般不会 平白无辜的去考一个perficiency test 为什么首先是他要钱啊 要么是学校机构出 要么是个人出啊 所以一般情况下 perficiency assessment 他有两大类这个用途 一呢是diagnostic这一类的 就是比如说啊 你要去比如说国防部 你要去从军 然后你要做跟语言相关的 或者是进的一类的工作 他要知道你中文到底够不够 他要先测你 他用一个perficiency test 你有没有这个实际的能力 还有一种呢 我们外语项目里比较常用的是 你上完我们的课程之后 你的实际能力到底达到了哪里 也就是它是个收尾 一个是入门 一个是收尾 这是perficiency 我们教学常用的呢 比如说performance assessment 是属于那种 让学生做一个口语考试啊 或者是让学生读一些真实语料啊 让他答题啊 也可以是sumative 也可以不是 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上课会用到的 然后我们还会用到achievement test 填空啦 这一类的题目 词汇考试啊 这些 这两类是我们教学常用的 performance perficiency assessment 绝对不会在你的课堂上啊 就是说你考不了 你没有办法自己去进行 perficiency assessment 你可以请外方人来 但是你自己没办法 就算你是考官 你也考不了啊 这样 好 那么为什么要 为什么我会腾出这个时间来谈 perficiency assessment 因为我觉得很重要 而且他有很多很正面的作用 我们很多时候呢 谈考试就觉得说 考试真的是一个心理阴影啊 为什么又要考试 硬式教育等等等等 都挺负面 其实perficiency testing的外语教学界 它可以起到的正面作用 我觉得非常的多 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尝试和研究 第一呢 perficiency test 它能够帮助我们设立清晰可达 还有一个是容易对外界解释的实际目标 也就是说啊 其实我们外语教学界 我们教这么半天的中文 这么半天的外语 学生上我们大学 比方说我是在大学里嘛 上我们四年的课程之后 他到底能做些什么 他到底能不能去使用中文 从事一个专业的工作 有没有这个能力 是不是分人 比如说华裔跟非华裔 有高中学习经验的 没有高中学习经验的 有留学经验的 没有留学经验的 这些不同的学生 经过我们的项目之后 他最后达到的这个结果 你说他每一门课都拿到A 然后呢 这A其实什么都不是 而且他出去以后 没人管他中文课A不A 人家只管他中文好不好 这个perficiency test 他能够告诉我 他的中文到底好不好 如果老师说是可以啊 高老师怎么设立这些目标 我后面会分享到这个 设立目标这个过程很重要 当然呢 还有其他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可以定期的评测 学生的学习这个成果 或者反过来想 就是我们的教学成效 对吧 学生学的好 我们教的好 这两者的关系 某一部分吧 至少可以通过考试 这样一个方式去测出来 这样呢会提供一个自我反思 一个改进项目 或者是改进课程的一个机会 我们看到很多学生 比我们想象的低很多 我们怎么做 我们怎么样去改 或者是比我们想象的高很多 我们的课程是不是要提高难度 要丰富我们的教学 maybe 不知道啊 当然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正面作用 是我们比较容易跟业界的同行们 进行一个沟通 就是说啊 比如说钱老师要跟我讲 他们学校的中文 我就不爱听什么 中文一啊 中文二啊 这些课号 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 他在我们学校上过中文3105 你告诉我3105是什么意思 听不懂吧 对吧 那他是在我们学校 他达到了intermediate mid 这个程度 你接你能接手 你就知道这个学生在这里 我下一步让他发展 是面向哪一个方向 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共同语言啊 然后呢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 证明引导学生的学习 还有学生的这个行为 比如说 学生就知道沟通才是重点 为什么 老师考什么 学生就重视什么 这是个必然的过程啊 我们业界称之为washback啊 还有一个呢 是帮学生自己建立一个 实际可行具体的目标系统 还有一个我称之为目标意识 学生的学习 就是朝着一个目标去前进 而不是 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 在那里说 I want to be fluent in Chinese one day 问学生 fluent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他自己连想都没想过这个定义 所以他永远达不到这个目标 你知道吗 目标不清晰的时候 学生是死活达不到 然后他会开始怎么样 他会赖到自己 他会赖你 他会出去开始说 你看这中文项目 我上了四年我还没有fluent 他们这个是在干嘛 然后你的院长听到了 院长开始怀疑你这个中文项目 是不是还有必要存在下去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哦 还有一个是一个我称之为 one more class这样一个心理结果 很多学生发现 他离目标还差那么一点点 他就想说哎呀我大四了 我最后一个学期 我可以不用上中文了 但是我离advanced level就那么一点点的距离了 我已经intermediate high了 我是不是可以再推一把 然后我就达到advanced level 我出去的时候可以很确定的 人家说我是一个advanced level chinese speaker 这是个one more class 然后呢就是一个以中为史嘛 就是学生就知道 一开始我的中文是在这里 然后我的目标在哪里 他从一开始就是一步一步 朝着目标去前进 而不是在那里 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我们常跟学生说啊 学生说I want to be fluent in Chinese 是这样一条路 看不清前面的路 但是呢我们学生只要说 I want to reach advanced mid in Chinese by the time I graduate 路变清了 所以我们跟学生说啊 你看得清你才走得远 这是perficiency test 可以帮我们达到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 我觉得一个引导的作用 所以啊我们各个学校 可以设立目标嘛 我们目前至少 我这里有两位同事 我不知道他们同不同意啊 但是反正我的这个研究结果 到目前为止 我们学校暂定的 这个perficiency目标 大概在这里 我们第一学期呢 是60多个课时 然后第二个学期 第三个学期是这个样子 第四个学期 等等等等这样 我们会期待零起点的学生 起码在第一个学期 perficiency 也就是说他出去 自己要用中文 可以进行一点点皮毛的沟通 然后他们这样 这样这样稍微有一点进 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我们后面有数据哦 其他的学校也有类似的想法 这是个私立高中 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们的中文一 从初中开始一直到高中 中文一中文二 各个学期有不同的这个 这个目标 他们会以此为对照 然后去评测学生的进步 这样 包括州级的 像犹他州 各位老师知道 犹他州的成定市 这个中文成定市教学 是非常有名的啊 他们从一年级开始 这是小学啊 小学一年级 一直到高中毕业 有一套听说读写的 perficiency标准啊 然后他们会定期的 让学生去考 perficiency test 来反思学生的学习 老师的教学 项目的规划 等等等等 有这些作用 还有一个这个 老师们可能见过啊 这是actful的一个poster 我非常喜欢 因为他能够告诉学生 实际上呢 如果你的目标设得太低 没有用 你看学生 从novus law到intermediate law 无法从事任何 一个外语相关的专业工作 他起码要达到 intermediate mid 他才可以做 这个 比如说他才可以做一个 非常低级的一个售货员 或者是个秘书 然后如果他要做 比如说 外语老师 他起码要达到一个 advanced law的水平 或者呢 他要达到一个 比如说他能够做翻译官 他达到一个advanced high的水平 或者是大学老师 等等这些不同的工作 就直接跟perficiency levels 相结合了 学生就很容易建立这样的 目标意识 我挺喜欢的 好 我们来简单说一下 这些perficiency tests 到底有哪些 他们有何不同 然后有没有一个最好的 或者是一个最有帮助的 最我最推荐的那个 有没有 我们看看 首先简单分 我们可以分两家 一家是ACFO ACFO是有点独占天下 但其实也不完全是 ACFO有很多不错的这个考试 然后有一个 我们业界最常见的一个是非ACFO 不是ACFO那家的 ACFO的考试有这么说 这么多 我们等一下去细细说明 有一个我觉得是去年吧 应该是去年刚出炉的一个叫做 perficiency placement test 据说是一个很好的分埋考试的一个 好像一个小时可以完成 听说读写等等这些 但是你看他没有中文 也许他以后会有 也许这是个工作机会 让老师们可以去问一下 anyway ACFO有这么些考试 然后非ACFO最常见的一个是STEMP STEMP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考试 我们后面来介绍 先说一下ACFO ACFO的这个考试 我们用最长的四分法 分听说读写 听了ACFO的考试叫LPT listening proficiency test 对吧 考试的时间 最短大概是20分钟 最长的 大概可以达到一个半小时 然后题目的形式 全部是多选题 也就是说他考学生考完了以后 可以直接拿到他的成绩 他是马上公布成绩的 然后什么叫可以部分 可以考部分程度或者是全部 意思就是说老师可以事先设定 比如说我认为我这个班的学生 超不过intermediate level 那我只让他考novus跟intermediate 这两个阶段 或者我认为我这个班 全部是在intermediate到advent这个level 那可以缩短考试的范围 如果完全不知道的话 可以让学生从novus low 一直考到superior 也可以 有着不同的选择 价钱是一样的 但是选择是不同的 这是个听LPT listening proficiency test 读呢 很类似 基本完全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从听变成读 就这样 他是个RPT reading proficiency test 用的是真实语料 这样 然后多选题 完全是一样的一个形式 然后说呢 我们先说写 写比较简单 写呢是WPT writing proficiency test 看人家这个名字就没啥创意 都是什么PT 比较比较好记 也许 写作的这个考试呢 是半个小时到45分钟 最长好像一个小时 但我的印象中是45分钟 应该是时间的上限 好像是这样啊 然后呢 我们中文版的话 有机考和手写 两个版本 然后呢 有一篇文章 好像很快就要出来了 我知道是BYU的三位业界同行 他们做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 是对比同一批学生 参与这个机考和手写 实际上机考能够反映出学生真实的水平 手写会变成学生的一个 展现自己实际能力的障碍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至少在advance到superior level 是这个样子 我们这边是准备做一个重复啊 看intermediate 是不是也是这样 anyway啊 这个也是供参考嘛 如果要选机考和手写 要想着怎么样 反映学生实际的能力 到底是打字好呢 还是手写好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啊 然后呢 题目呢 一般情况下 他给出的最多是三到四个题目 然后是不同程度的题目啊 然后七天内可以公布分数 分数一样是novice到superior 这样一个结果 最后呢 是书 说的考试呢 主要分两种 一种呢 是opi oral proficiency interview 它是个面试 然后呢 有电话式的 还有面对面试的 我相信 其实我不是我相信 我知道 听众当中呢 有至少有几位老师 是考官 是opi考官 那个培训很辛苦 但是挺值得做的 我觉得 而且clta还会支持 热了 不知道 热了 这位老师 说他错了 有意思 anyway 这个 好 然后这个opi呢 他简单说 他是个递进式的题目 这样一个面试 也就是说话题的难易度会递进 他一开始很容易 他会会热身 那你是谁呀 你从哪来呀 你到哪去 你干嘛 你干嘛 你怎么样 然后根据你所提供的信息 考官会抓出几个点 然后他会开始往深了去问 比如说啊 挺难的啊 我以前呢 我最早去参加opi的时候 就被坑过好几回 一开始啊 大胆的介绍自己 我是高正人 我在哪里 我是什么人 我喜欢做什么事情 结果呢 说我喜欢练功夫 人家就直接问 好 你能不能用中文描述 你功夫套路是咋个练法 结果呢 你让我用英文 我也说不出来 然后就发现中文肯定说不出来 糟糕了 没办法 人家也看不到我嘛 是这个电话式的话 挺难的 anyway 啊 老师们就知道嘛 他是这个opi是确认地板 也就是说你最低肯定是intermediate 然后我开始去测你天花板在哪里 你到底是intermediate low呢 还是intermediate mid呢 还是intermediate high也可以 看看你能不能保持在intermediate high 这个程度 再高一点 你是不是会垮回去 就确认你的范围了 然后呢 题目的内容 这个很重要 我也经常会这样训练我的学生 题目的内容是根据考生提供的信息 也就是说我说我是北卡人 考官很可能会问到北卡 我说我去过中国 他很可能会问我中国 我去过什么地方 我只要说北京和其他的什么地方 他肯定让我对比 这两个城市有啥不一样 啊 所以就是说他有一个考试的一个思维在那 啊 OPIC呢 跟OPI是很类似的 但是他是G考 啊 OPICC就是computer 学生呢 填写一个背景信息问卷 啊 你是谁学过多少年 啊 年龄 等等等等 有没有留学经验之类的问题 然后呢 啊 学生会自己选择他熟悉的话题 那上面会列什么足球啦 啊 医学呀 什么啊 烹饪啊 什么大学生活呀 我也不知道 乱七八糟很多话题 然后电脑会根据学生所选的话题 第一件事的出题 啊 然后考试时间大概是半个小时 考完之后 七天内会有一个分数 啊 因为要有人去听 然后去评分 这样啊 这是ACFL的最常用的五大类啊 考试 嗯 老师们可能现在想到的是 经济方面的问题 就是啊 考试好像听上去不错 多少钱 后面有这个信息 啊 然后这个 ACFL的perficiency test 其中一个不错的这个好处啊 我觉得从学生 从考生的角度来讲 是这些考试每一个都可以 当然通过付费的方式啊 人家也要赚钱 获得一个正式的证书 然后可以写到什么 啊 简历上啊 可以提供给工作单位啊 包括很多州 中小学的这个外语 这个职位都要求去考 比如说OPI 然后要提供这个证书 才可以被啊 这个录取 这个雇佣 这样啊 好 多少钱 钱在这里 不过这个钱呢 很可能是这个老的版本 就是2020年的版本啊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更新 毕竟物件 老师没知道这这个去加个油 现在已经我们没时间已经五块钱了啊 这物价这个涨得够够快啊 所以这个没有涨不知道啊 但是老师们这里看到OPI OPIC LPT RPT WPT 还有这个这个我没用过啊 还有Apple后面我们会说到啊 就是说有不同的价钱 有certified 有unofficial 然后如果老师没有办法自己去监考的话 他们还有一个监考的服务 但是要加钱 这样啊 价钱不同啊 但是呢 反正这个是个信息嘛 供老师们先参考 这个slides我后面会分享 如果老师们有需要的话 好 再说一个我觉得物美价廉的考试啊 就是stamp 不是agfo那张 虽然我跟agfo很亲近 不要以为我鄙视他 我跟agfo的那些人都很熟 都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我觉得stamp这个考试 确实是不错的 stamp呢 他考的是for skills 听说读写 然后他的考试形式呢 是先听 先读 然后说 然后写 他不一定是 就是说读跟听 可以随意 说跟写 可以随意啊 可以那个写那个后 无所谓啊 但是呢 他是receptive skills 会决定或者是限制你的productive prompts 也就是说 如果你听和读都限制在novice 他不会给你intermediate的表达的promise 啊 是这样的 还有意思 他们这个说 很有意思的 老师们这个加入会议请订阴啊 好 没事 这个继续 然后这个score report 是完成后的7天内 可以获得全部的score 就是听说读写4个 实际上听和读考完之后 马上就有分 这样 啊 然后多少钱呢 25块 你看4个skills 25块 其实还不错 啊 一般情况下 可以两小时内完成 但是我曾经有些学生 啊 反正很拖嘛 他拖拖拖拖拖拖时间 他可能很紧张 想要考得很好 就拖了老长老长的时间 坐在那里很久 但是一般应该是两小时内可以完成 但是stamp的一个好处是 可以分阶段完成 也就是说可以今天听 明天读 后天说 爸后天写 这样 他是4个skills可以分开考 但是没有办法分开买 这个是一个重点 跟后面我们要介绍的 apple是不一样的 apple可以分开考 也可以分开买 啊 但是这个是不行的 没有办法单挑 那说到apple apple跟stamp 怎么说呢 是很类似的考试 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考听说读写 那我们直接列出来好了 从五个方面来对比 apple也是actful那家的考试 它的名字全名是actful's assessment of performance towards proficiency in the language 反正就是apple你去苹果就好了 是actful的那个考试 然后stamp是俄罗港大学 最早是俄罗港大学的二语席的研究中心 研发的考试 后来是卖给一个这个测试的公司 actful的考试 其实也是由一家公司经营的啊 都是公司嘛 对去负责这个事 两个考试呢 都考听说读写 但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重点还是挺重要的 是口语考试的形式不一样 apple考的是模拟对话式的 也就是说是 事先有录像有视频在那 他会问你一个题目 然后你有有限的时间半分钟到一分钟 啊录音回答 他是所谓的模拟interpersonal这样 stamp呢是个即兴演说式的 也就是说他给你一个题目 你有时间去想 但是呢不会有人跟你模拟对话 完全是你单向的去表达 这样 然后是三个题目 这个模拟对话呢 是六到九个题目啊 是这样 价钱呢差不多 apple是20块 然后stamp是25块这样 但是呢 像我刚才说的 apple的考试可以单一购买 可以买speaking 可以买reading 可以买writing这样 但是呢stamp没办法 stamp是全部一起买这样 他们的级别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用actful scale来评分 但是apple把actful这个scale呢又细分了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啊 他细分出了更多的级别 因为学生嘛 一个学期跟一个学期 或者是一年跟一年 比如说他在intermediate mid 实际上学生会在intermediate mid 待很长的时间 然后actful就做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把intermediate mid又细分出了好几个级别 这样学生会有一个进步感 实际上他都是intermediate mid 但是他有一个层次在中间啊 然后呢 我的个人经验是什么啊 这两个考试吧 各有利弊 我都喜欢 我也都用过很多次 但是呢 整体来说 我认为哈 apple的分数 说实话 特别是在口语的部分 严重偏低 也就是说 我们收到的结果之后 特别是我们很 我们毕竟我们自己的学生嘛 我们这个心里还是有那个数 我们看到的结果呢 我们心中这个学生 比如说他是intermediate mid的级别 结果人家回来的是novice mid 然后我们说不可能 好在是什么呢 学生的所有的录音 或者他写出 他写出来的这个写作的文字 这些都可以在后台去下载 所以我们可以去听 然后我们还可以去请人家 再重新评一次分 但是我们听到的就 我们心里觉得 那不就是intermediate mid吗 你怎么会让他 你怎么会评出novice mid 然后我说实话 我心里有那么一点点怀疑 我不确定了 这是我个人的猜测 Apple可能有一部分是 电脑去评的分 而不是人在评分 我的感受 因为他分数送回来的速度 我觉得太快了 然后又觉得分数偏低 但是呢Stamp 又要说回来吗 Stamp是一个我们 我们的感觉 至少叫GW 我们会觉得学生的口语分数 有一点点偏高 就实际是高于他的能力 但是我们如果回到 刚才我们说的口语 考试的形式 其实有道理 因为学生单向演说的能力 跟他互动式对话的能力 可能会不一样 因为他有时间准备 他不用去理解 老师提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又要做一个回应 所以偏高 但是也有道理在里头 好 这是Apple 我们刚才说的Apple 这是Apple的级别 老师们看到 这里有novice intermediate跟advance 但实际上他把 intermediate mid 跟intermediate high 细分了 然后advance 就直接是advance 这样所以他也有一个天花板 如果学生中文能力 像我这样还不错 可以考到一个比advance 还高的分数 考Apple就没有用了 他有个上限在那 但是一般我们项目里的 老师们也知道 像我这种 superior level的 除非是领航项目 也不是说 每年都有 所以一般情况下 advance已经是不错的信息了 好 然后呢 这两个考试 我喜欢他们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他们两个都会提供 这个score report 然后他会给学生 很具体的建议 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我们等一下 再仔细看一下 stamp的这个report 这里啊 第一呢 这个是actful scale 这是我们的novice intermediate advanced 从1到9 9个级别 然后呢 这里是学生的 4 skills 读写听说 然后呢 这里这个level description 是目前学生的能力在哪里 他在这个level的意思是 他目前中文能力是 可以做到什么 然后这里是建议 是如果你要再达到 高一点的level 你要怎么样 在哪个方向去努力 学生就觉得光为这张纸 25块钱很值得 25块 而且学生自己出 我们后面会说到这资源的问题 所以这个score report 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学生他考完试之后 就算他没有一个那种 很漂亮的actful 正式的一个证书 他拿到这个score report 照样也可以给 比如说公司里的面试官 他也可以写在简历上 而且他可以自己保存 他这样对自己目前的能力 以及下面发展的方向 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我觉得也不错 这里又是他的composite score 就是说听说读写 平均下来 大概在哪个级别 这样学生如果有人直接问他 你的中文能力在哪里 他大概能说 mostly intermediate mid 这样也不错 他也不用分听说读写 这个composite score也挺好 好 我们这里先暂停一下 后面我还有一些内容 就是经验分享比较多的部分 但是也许老师们对考试本身 目前有些疑问 我们可以暂停五分钟 老师们可以在chatbox里提问 然后问题我也会读出来 这样方便录音的 就看录音的老师们这样 也可以知道老师能问到什么 有题目出来了 HSK是什么考试 HSK是performance 实际上HSK比较像是achievement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大纲 可以准备 对 考试的场地 我没太听懂 自己的学校 就是说可以自己在学校校内考 不用去什么地方 对 这种考试没有像AP 就是说一定要去当地的什么考试中心 之类的不需要 可以在自己学校考 或者如果是像OPI这种 可以打电话 对 不用特意去什么地方 一定要通过学校吗 不需要 可以个人去 就是说 跟这两家公司 等会儿 STEMP是需要通过学校 APPLE的 这个ACFL的系列考试 都可以个人去付费 然后个人去考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STEMP是需要 目前我的理解是STEMP需要通过学校 对 老师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关刚才的考试 是否有研究比较OPI和OPIC的结果区别 您问到这个问题很好 后面确实有 这个我有一个 recommended reading slide 有这方面的研究 对 后面直接有链接啊 跟文章的名字 作者这些 有的 特别是OPIC这方面的一些介绍 请问老师在哪看回放 这个得问钱老师 我呃 如果是我们群的老师 会发在我们群里面 如果不是我们群的老师 我就发到别的群里面去 可以吗 就那个老 尽量发到各个群里 问问这个问题的老师 你告诉我一下 你在哪个群 我发到那个群里面去 对 我们会尽量的都发哈 好 徐老师问到一个问题 能不能看到更多WPTRPT的资料 印象中曾经在网上找到过一点点 sample test 但很少 啊 对 好像有一些 啊 我我回头找链接哈 徐老师我发给你 啊 是有一些的 啊 但是并不是很多 啊 WPTRPT我的一个建议呢 是老师们也可以啊 每年CT CLTA 有很多这一方面的 这个一些基金啊 我们老师们可以去申请嘛 啊 有一个是professional development讲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这个奖上里面 直接写出说 会支持 比如说去考OPI考官啊 或者是WPT考官 也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渠道 进一步了解 这个是我强烈推荐的 我以后也要 要去跟CLTA要钱去做这个事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方面 就是说 如果要做考官的话 必须自己去考一次 这样也会有一个 一个自身的一个经历 啊 怎么进群呢 要是CLTA会员的话 就很容易进我们的群 因为你加入我们的兴趣小组 就可以了 对 要是不是非会员的话 就不知道了 就要加入会员了 就是啊 AP考试是performance test吗 是没错 achievement test 能否准确评估学生的语言能力 不能 完全不能 你想想 我考一个词汇考试 考完了以后 98% 这意思是什么 我的中文能力是我会98%的中文吗 对吧 他就不是 而且我认得这个字 意思是什么 所以我最讨厌我们 我们很多业界的同行有一个 常见的问题就是啊 我们学生学过这个 他会这个 请问会是什么意思 他认得 他看得懂 他说他会 他能背 还是说他可以运用自如 他可以在 没有预言的对话里面 完全自己去用 对 这个是achievement test 无法告知的信息 achievement test 有他的用途 不要误解啊 但是呢 他的用途 不是评测实际的语言能力 他是啊 考学生 某一个方面的知识 而不是能力 对 是这样 好 下面是啊 这个经验的分享 我们经验分享 其实很短 不会 不会很多 啊 就是说 我们会简单介绍 老师们如果有具体的问题 我希望多留一点时间讨论 这样啊 我们有几个案例 第一是我们stamp的两次经验 啊 一个呢 是一个我们学校的最高级的讨论 和写作课 是一个实识课 我教的 我们stamp 那个班上是刚开学的时候就考 我等一下啊 告诉大家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做法 然后呢 还有一次 还有一个做法呢 是我们二年级的期末考 就是一个stamp 至少我教的时候是这样啊 然后呢 我们还有rpt这方面的经验啊 目前我运用是在我的一个翻译课上啊 然后呢 我们还有opic跟rpt 是我们中文这个硕士班 的研究生啊 会定期考啊 他们研究生涯当中会考三回 对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目前的几个做法啊 或者说是尝试啊 我们这个最高班呢 为什么要刚开学的时候 就让学生考一个perficiency test 老师们可能会觉得说 难道不是应该收尾的时候才考啊 这个逻辑有两个问题 一perficiency test作为课程内容的期末考试是不合理的吗 因为perficiency test跟课程内容不相关 另外一个我们为什么会开学的时候就考学生这个呢 因为各位老师知道 零起点的学生唯一全部零起点的学生唯一共同的地方是他们的起点是一样 起点到了之后学生发展的这个速度是不一样 会变成一个我们的班级越高 学生之间的这个程度差距越大 这种参丝不齐的甚至是鱼龙混杂的这种班级其实很难教 然后我当时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我的同事 我的领导他请我来开这个课教这个班的时候呢 我心里就很害怕啊 我说我没教过这么高的班呢 没教过这么高级的学生 学生的程度到底在哪里 无人知晓 真的我问所有的所有的这个老师 所有的同事包括问学生本人 你的中文在什么程度上不知道 还可以 it's pretty good 然后我就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你要我怎么去教你 怎么去设计我们这个班的目标 结果呢让学生去考 发现这只是几个例子而已啊 我发现学生的程度真的是不一样啊 真的是让你头疼啊 这只是四位我们班上当时的学生 您看看 读听写说综合这个能力 我们就看综合能力就知道 我们这个所谓最高级的班也就是要看原始的真实的新闻啊 报道啊目前在中国发生的时事 有学生是intermediate mid的能力啊 你说说看 他看得懂吗 他看不懂 有学生已经是advance low以上的能力 你说这两个群体怎么去教 怎么进行所谓的差异化教学 不知道他的程度在哪里就没有办法差异化 所以我当时的想法是第一周就先考试 先知道你们的程度在哪里 然后我们也许是分小组 分不同的等级 分不同的作业类型 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们做过很多这方面的尝试 但是是先知道学生现状是什么 然后直接告诉像我们这位同学啊 我当时就跟他说啊 你去做听力练习的时候 因为你目前是intermediate mid这样一个听力 我期待你能够做到什么 你要朝哪个方向努力 这个是你的目前的需求 但又有这位同学是advance mid的程度 他需要做的 听是同样一个材料 但是他的任务跟他的任务就会不一样 如果我要求这位同学 做到这位同学的任务 他第一做不到不合常理 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一定会放弃 他会觉得哎呀我笨啊 我记不如人啊 人家中文很好 我不好 我是不是不学中文了 算了 那我就不会跟自己过不去吗 我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我一定要想着差异化教学 怎么差异 一定要知道学生的现状 所以当时就选择用perficiency 它是种方式去做这个事 对 这是一个班 我们最高班 一开始就考 我们也不会期末考一次 为什么 因为学生短短的30个小时里 他能够有perficiency上的区别吗 不可能 时间绝对是太短 考一次学生知道现状 我知道情况 我们就可以教书了 英才师教 老师们 这是孔老父子的话 好 下一个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次 两年前 而且老师们一定要知道 这是在疫情最严重的那个时间段 我教网课二年级 我的两个班总共是50个学生 而且是网课 累真的是很累 但是呢 我们当时就 反正是二年级 是我一个人管 然后我说 我做一些尝试吧 我还是很相信 perficiency test这个事儿 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那么我就大胆的 反正是学生 当时的我比较幸运的地方 是那个班上的 有15%是分班分进来的 对我们来说 完全是新的不认识的学生 剩下的85%的学生 是我的老熟人 也就是说 是我一整年 一年级我就带过他们 所以我跟他们师生关系很好 他们很信任我 然后相信我不会去害他们 所以我当时跟他们说 我们要做一个新的尝试 我们要考你这个真正的中文能力 而不是考你高了 是教过你什么 他们当时就 就吃这个去买账 我们当时觉得比较幸运 所以我们就大胆的做了个尝试 我们这个尝试是什么呢 我们期末考 就不考上课的内容 我们期末考 是直接告诉学生 我们期末考 跟我们上课内容无关 具体的内容 就是说具体的内容没有关系 我们最后的这个期末考呢 是考你这两年 累积中文能力 你到底累积到哪个程度 然后我们当然会建立一个 非常合理的目标 我们上这个课 我们的performance target 是希望学生可以达到 intermediate mid以上 但是我们的perficiency target 是建立在novice high 到intermediate low 我们的目标实际上是intermediate low 希望所有的学生 听说读写 perficiency实际能力 可以达到intermediate low 所以我们就做了 最后这样一个决定 学生的这个班级的总分数的百分之十 是这个perficiency test 百分之十怎么算呢 百分之2.5 乘以4 也就是听说读写 如果四个都能达到intermediate low 给你2.5分 如果达到novice high 给你2分 如果达到novice mid 给你1.5分 这样 然后学生还当时 我其实心里真的是没底 我当时说我要做这个尝试 万一失败了 学生会不会全部上系里去告我 有这个可能 结果他们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开始就很透明 从第一天 这是我们syllabus里面的几句话 我跟学生说 this third party test 也就是说这个考试不是我写的 Language proficiency assessment will assess your proficiency your ability to use Chinese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context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a score of intermediate low or better on each section will earn you full credit for the assessment 然后我们后面当然有介绍 更仔细的信息 但是呢 这个重点在哪里 我们一整门可 从一开学到最后 每天在训练学生的沟通能力 每天在跟学生讲 three modes of communication performance novice是什么 intermediate是什么 我对你的要求是什么 你要怎么样进步 等等这些 变成我跟学生的 这种常用的一个共同语言 而且这个考试 你说你们学校这么好 你们是私立学校 有钱吧 自己学校买的错 我们学校没钱 而且就算有钱也不会给我 我是一个兼职的老师 明年我还不一定在我们学校呢 人家可能今年就砍我 对吧 所以人家肯定不给钱 所以我就想别的办法 我说学生嘛 他不是每年要买教材吗 买书 那么也许可以让学生买ebook 不让他买纸质的书 纸质书多贵啊 而且不方便 能不能学生买电子版的书 然后用以前他应该会付的这个钱 把考试当做 这个教学就是上课的必有材料 让学生去买 就像买书一样 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当时就说我就做 当然是跟上面请求过 上面说可以 那就没问题 25块钱学生自己出 我可没这个钱 对吧 然后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我给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个老师们看到的这个只是我们的零起点学生了 也就是说这是他上完中文第三个学期之后考的这个结果 听说读写 这每一行是一个学生 然后老师们会看到最后只有一个学生 就是零起点的学生 就是零起点的学生 有其他学生有别的问题 但是这个学生他就没有获得满分 他稍微低一点 他获得9.5分 而且这个学生是长缺课 疫情期间 其他我们所有的学生 中文第三个学期下来之后 实际的语言能力就达到 intermediate low以上 当时我们惊喜加惊吓 我们自己真的没有想到会这么好 所以我刚才说 其实分数可能有一点点偏高 但是就算他intermediate high不high 他实际是intermediate low 或者是intermediate mid 我也高兴 这也是intermediate 三个学期零起点 那大学里不容易 达到这个我已经很快乐 而且这是我们有评有剧 可以跟系里说 你看我们在做时事 是不是加薪 是不是多开课 找个老师帮我们的忙 还是什么 有数据才有站起脚去说话的机会 所以我们当时觉得还不错 至少是个尝试 好这是我们所有的学生的总成绩 48个学生 有些学生 有一个学生确实是 两个学生是在这个novus high 在某一个skill上面 但是实际上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华裔学生 老师们不要害怕说 老师你的这个不是做假吗 你有些学生 intermediate Chinese 还能advance 人家从小在家里听中文 他听这些是肯定没问题 但是总体的成绩 我们当时觉得intermediate mid 左右 真的是心满意足 而且是有这个数据在这里 支持我们的教学方向 起码没有走那么弯的弯路吧 也不能说完美 我们现在还在做很多很多不同的努力和尝试 但是呢这个数据啊 拿到手之后 我们二年级的学生就是二 所谓的2003 我们等在等一个学期 等两个学期 甚至等三个学期 再考一次 看看学生有没有进步 这个从零起点 起点一定是零嘛 到最后他在我们学校是要上六门 就是六个学期的中文课 六个学期上完之后 他的成绩 这个程度到底在哪里 有这个数据才能够啊 最后去反思我们的教学 是不是有改进的地方啊 我们觉得还可以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好处 是可以对比 对比什么呢 比如说我去对比德语 人家不是老说我们中文难吗 我们中文不好学吗 我们中文就输给什么 罗马拼音语言系吗 我才不呢 你看 人家这个考的是比我们还难的考试 OPI LPT RPT 当时这篇文章 这个研究者 他有钱 他自己给他们学校的德语系 买的这个 但是你要注意 我们是第三个学期的期末考的是 人家是第四个学期末考的 然后他的学生 虽然他们人数不多 但是他们第四个学期 才到intermediate mid比较多一点 在OPI上面 然后他第四个学期 你看他阅读在哪里 还不如我们中文好的 你不是说汉字难吗 人家德语都读不懂 我们中文就比他强 当然这种直接的对比 是不太科学的 但至少心里会觉得很暖 说我们就不输给人家 我们中文系是有这个竞争的能力 虽然这也不是我们学校 这种对比一定要通过科学的方式 而且对比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万一输给人家怎么办呢 或者他输了 会不会他被砍 我们也不希望见到这种结果 但至少我们中文内部知道 实际上我们的教学方向 是跟得上这些 没有汉字这个挑战的 这些其他的语种已经不错了 已经是个很有参考价值的信息了 这是一篇文章他们发表的信息 我们如果要reference我回头找我 居然没有把它写在这里 好还有一个我们没有想到会发生 但是真的发生了这样一个结果 学生的自我评测能力 有明显的进步 一开始你问学生 你大学毕业 我们就介绍ACFOR的这个等级标准之后 问学生说 你大学毕业 或者是你学完六个学期的中文 你觉得你程度可以到哪里 学生advance high没问题 然后我心里就凉了半截 不可能啊 这位同学advance high是很高很高的 很难很难的 但是我也不敢跟人家说 一开始怕打击他的信心嘛 结果学生自己考完之后 学生上我这个二年级的班了 当天刚考完之后 我让学生又再做一个自测 问他各个能力听说读写 你的能力大概在哪里 学生88%准确 就自我测 他还没有看到自己的结果 这个写学生就知道 他有些他intermediate low 跟intermediate mid 是绝大多数嘛 然后有些是intermediate high 的确如此 刚才老师们看到数据了 或者是比如说听 然后有那么个别的 有些学生说自己是advanced 就是说这个粉红色的 而且的确如此嘛 我们有些学生是 这个heritage speaker 的确就是advanced level的听力 学生的准确性是88%以上 自我评测的能力 然后我们再问学生说 那你觉得明年你的目标 应该放在哪里 现在novice mid的学生 直接说我放novice high 可以吧 当然可以啊 你放novice high 我放心 你放advanced high 我就不放心了 对吧 学生的这种对自己的 可以达到的目标 it's always going to be hard 这是个很正面的态度 我觉得啊 这学生说 I definitely feel that my chinese proficiency increased during the duration of the semester 学生看得到自己的进步 这也就是赢了半仗 然后学生说 I feel a bit more confident a bit more 可以 没问题 只要是more 挺好 然后有些人说 I improved a tremendous amount 而且他还说 I know what I should work on 对于我从老师的角度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成就 当然还有学生很诚恳 他直接说 reading authentic text is difficult 然后让他知道 对啊 你要realistic 你的中文 如果只看那些张天明的课文 你肯定会把自己评得很高 我肯定是advanced level 因为张天明我都看得懂 张天明是不存在的好吗 那是not real 知道吧 也是啊老师 要看点真实的 你才知道 自己其实是小于一条 你没那么大 好 再看看我们的rpt rpt很快就可以带过 因为是我们的一个翻译课 也是我开的 我们这个翻译课呢 主要是中文翻译成英文 因为专业翻译 一般只会翻译成他的母语 所以呢 我们需要学生 就是说需要摸底的哈 是学生的阅读能力 因为他读中文 翻译成英文嘛 然后我们一样 跟刚才说的高级班是一样的 这也是个高级班 我们开学第一周 然后课内用一堂课完成这个考试 一样是学生刚做course material 自己付的钱 万一学生有困难会怎么办 我们会处理 但是目前的情况下 我没有学生 而且我是很直接的跟学生说 万一你有这方面的什么困难 你可以来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想办法 但是这三年下来吧 到现在还没有 但我们学校不要以为我们学校是私校 学生都有钱 错 大错特错 我们学校 我们学生可没钱 有钱的其实不多 好 最后呢 是一个我们的研究生的这个考试计划 正在进行当中 所以目前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结论 但至少我们的研究生对考试这件事情 是抱有一个正面的态度 然后是很期待 他们这两年可以达到一个怎样的程度 他出去以后 可以在专业的场合中用到他的中文 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是他对自己中文的能力 是否有了解 所以我们是这样跟研究生说的 我们也会直接去训练我们的学生 参加这些perficiency test 我们后面可以分享 好 然后呢 最后谈一下理想 老师们知道我是个现实主义者 但是我心中还是有理想的 我希望长期在我们GW可以怎么样 就是说融入这些perficiency考试 我的希望 如果我很有钱的话 我就捐这个款 学校以后就可以做这个事 是怎么说呢 入学的时候或者是转学的时候 零起点的学生直接开始上课 不用考他 反正他也啥都不会 非零起点的呢 让他先测试 不是分班考试 是perficiency test 然后他是个参考信息 不一定会有决定性 但是他是个参考 我们大概也知道 学生是intermediate 还是novice 还是怎么样 然后呢 这必修课阶段 学生呢 有的呢 走这个从一年级开始 然后上完三个学期 考一次 像我刚才介绍的那个结果 然后再继续 到他必修课完成之后 再考一次 也就是说我们中文的核心课程 到底能够在中间 以及中就是最中啊 学生可以大概达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 听说读写上面 我们我会希望有这两条信息 然后呢 当然会有一部分学生在那个时候 他考完试 他就不在修中了 他可以不用修了吗 但是呢 我相信 我是真的相信这件事情 很多考完试的 发现离advance差那么一点点 就一个两个等级的话 很多学生可能就会愿意继续上到高班 然后呢 如果我们要 要引导学生成为我们的majors 或者是minors 那么我们就设立像这种特权 只有majors和minors 可以在毕业前 再正式考一次 其他的我们就不管你了 所以你达到了没有 不知道 因为反正你不是我们的这个majors和minors 这也是一种鼓励的方式 当然这只是理想 我不是说我们学校现在是这么做的 我再做的两位同事 可能就觉得你告诉你 说这是胡说呀 不可能啊 或者是怎么样 maybe我也不知道 这只是我的理想 而且我还有更多的理想 暂时就不分享了啊 最后就是真的是我的结语了 然后老师们可以提点问题 我如果不提问的话 我后面还有一些slides可以分享 perficiency tests 我听到现在可能觉得啊 哇这一份人心啊 这个perficiency test我也要玩 可以怎么做 四条建议 第一确认你的test purpose 就是说你的test purpose是干嘛的 你考让学生考这个perficiency test是干嘛用的 是给您 是给老师们一个信息呢 还是要项目跟项目 班级跟班级 老师跟老师之间做对比 小心 这种对比是可以害人的啊 可以害项目的啊 所以要慎重考虑 还是说我们 做这个perficiency testing呢 是提供给学生 学生也会知道结果呢 还是他不会知道 只是我们内部使用 然后发现一年级要补足 三年级可以难度再提高一点 还是什么 这些不同的目的会决定我们选用的考试 以及考试的频繁度啊 等等这些 下面一个要确认是test audience 以及stakeholders 也就是说啊 考试的结果会会分享给谁 是项目内部参考 然后不会对外开放 还是说学生也会知道结果 还是因为学生知道 家长也知道 他也觉得哇 我的孩子可以继续上中文课 我捐款给中文部啊 等等这些 还是说啊 系里学院的同事也会分享 比如说你看我们中文多厉害 报给院长 然后院长就涨工资 还是什么 这是一个要知道的 因为这个信息 如果我们觉得很好的话 分享出去可能有好处 但是呢 如果我目前的现状 不如人意的话 分享出去呢 可能海人海景 对 是真的 考试嘛 他是双人界 啊 好 然后下面一个 这个也许是最重要 要确认已有的 还有可用的资源 比如说有没有钱 比如说学院有没有钱 系里有没有钱 同事会不会捐款 你有 你是不是有钱人 可以自己掏钱 帮学人买 校内有没有合作机构的可能性 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有一个资源中心 他们每年拿教育部的钱 然后帮我们做这个事 还是校外有没有什么赞助方 比如说你能不能跟CLTA要钱 比如说我也不知道CLTA有没有这个钱 但是也许可以考虑啊 然后要确认时间 时间也是个资源 是学期末呢 还是学期前 还是学期当中 还是学期之后 像我们的研究生要暑假里考试 但是本科生就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除非是密集班之类的啊 时间是个要确认的资源 然后谁兼考 付钱买吗 还是是老师们负责 那这个算不算我们的校内服务 有没有人给钱 有没有人帮我们做培训 怎么样去兼考啊 这都是值得我们去规划好的 再去啊 这个进行考试 最后呢 这个也是像刚才有 有老师问到研究 确实有相关的研究 我导师他们就做了这个研究 就是说啊 有没有incentives 比如说我们的incentives 我刚才说到的 为什么我们二年级的学生 会那么重视我们的考试 因为算他总成绩的10%啊 这10%不是闹着玩 对吧 而且这10% 你不要以为说是 你高老师凭空想出来的 其实不是 我有研究 我有依据 依据是什么 我导师他们做的研究啊 他们说的是 using different characters how incentivization affects proficiency testing outcomes 他们分了两批啊 我们Michigan State 以前有个很大的grant 做了很多很多很多 这方面的 perficiency testing 分了两年 第一年 所有的学生 他的这个 perficiency test 算他总成绩的5% 第二年 另一批学生 算他10% 你猜谁的结果比较好 是10%的这个结果 好很多 为什么很多学生觉得 10%吗 5% 算不了什么 影响不了我的成绩 我随便考 也能够拿到 我想要的分数 啊 所以有这样一个incentive 之后 学生才会 这个去重视考试 这也是一个 需要参考的信息 啊 最后呢 我们做中学嘛 我们要搜集不同人的反馈 意见 包括我们的同事 包括像各位 我们的同行 包括学生本人 要去问他 这个体验是什么呀 觉得好不好 你喜不喜欢 有没有帮助等等 然后可以改进啊 对吧 然后还要帮学生 你不要让学生 你不要跟学生说 期末有个perficiency test 反正你没有办法准备 我就不帮你了 no 不负责 不能这种 做这种事情啊 好 最后 是我对学界的期待 和邀请 我希望啊 也许吧 至少 我今天来唠叨 是有这样一个 一个 一个想法 我希望我们大家哈 可以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 开始尝试一些不同的 perficiency考试 包括我们可以成为考试官 对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工具 选用不同的时间点 在不同的班级和程度上 进行不同的 perficiency test 然后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进行相关的各方面的学生体验也好 其他的什么方面也好 进行这种科学的研究 包括教学成效的 包括学生的经验 学生的心理 学生的看法 老师 和项目的这个进行体验 这等等都很值得我们做研究 咱们是个研究群嘛 毕竟 然后呢 有结果之后呢 我们要广而告知 但是要如实相告 就是说啊 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数据 我们可以写文章 我们可以做报告 我们可以开会 可以讨论 我们的这个perficiency testing 然后呢 当然我们的重点就是共同进步 我今天是一个人来讲 然后在我们学校 虽然我们的同事真的是大力支持 但是我不敢去麻烦我的同事 让他们都去跟着我去玩这个perficiency testing 他们都很忙很累 我就在那里孤群作战 我就先自己尝试的嘛 自己失败不怕 让别人失败不好 所以呢 我自己走得快 好像这三年我就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呢 真的我觉得一群志痛道合的人才走得远 所以呢 希望大家加入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做这个事 然后刚才有老师问的研究嘛 那我有一些readings啊 推荐给大家 然后这个slides含有链接 所以老师们可以直接点击 然后有这些链接 我导师他们有一本书 这整本书就是讨论 perficiency testing在外语教学 就是大学高等教育的外语教学里 perficiency testing的使用 他们做了大量大量大量的研究 都在书里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自测方面的 我导师还有我师姐 他们做的 你看都是我们学校的 好像我们学校霸占天下 其实不是 但我熟悉的就跟大家先分享 还有一个这个 是我们language learning 这个刊物我目前负责做 总编辑的这个助理 比如说学习背景 和大学的两年外语习的这个程度范围大概在哪里 这个是还获过奖这个研究 包括刚才有老师问到OPIC OPIC作为这个测试工具 作用怎么样 学生的体验如何 包括有一个testing的这个直接分析 然后介绍OPIC这个工具 等等等等 其实有很多很多相关的研究 这只是我最熟悉的几篇很好的文章 还有一本书 供老师们参考 讲老半天了 但是呢也是希望包括录这个回放也好 包括在座的各位 陪到现在的在现场的听众 至少有一点点收获吧 然后有问题的话 包括如果想知道怎么帮学生 准备这个perficiency testing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 我后面还有slides可以分享 那就听大家的 反正我们可以多聊一会儿 好非常感谢小高老师 小高老师也很幽默 他不仅内容很丰富 而且很幽默 有问题的老师就可以打在tribox里面 我刚才看到梁欣欣老师有个问题 好像小高老师 我忘记了有没有回答 有请问开学考的stamp是谁付钱 学生付钱 我们的项目可没钱 也不给我钱 学生自己付的 对是当做一个class material 因为那个班呢 那我教的那几个班翻译 还有那个时事课 那些因为用的基本都是真实语料 就没有让学生买书 就不买教材的话 我可以比较 放心的请学生 花跟教材差不多的这个钱 买考试 因为我觉得值得 因为我觉得值得 但是呢 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这个钱 对啊 我们目前没有碰到过问题 但是问题是肯定存在的 这个我我相信 所以你是让学生买了两次对吗 就是I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然后没有没有没有 只是只是刚开学的时候买 然后对不同的班有不同的考点 但是每个学期买一次最多 那他如果他期末期末没有再买 为什么有的学生会说 他feel significantly improved 没有没有 那是两个不同的班 高班是刚开学考 我们二年级的班是期末考 那个significant improvement 是二年级的那个 然后他是从零七点到现在 这样相对说的 对问了好 有人问说 我们学校要求学生写字吗 这个好像跟主题 也有关系吧 我们不要求 老师们如果对手写字 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 欢迎在别的时间 在别的讲座 我们会分享这方面的很多材料 我和在座的张宁老师 还有楚成志老师 我们正在写一本书 老师们如果对这个事有兴趣 我们后面会有会议 会有书 会有研究 会有很多很多 这方面可以讨论的 今天就不去 不去进入这个大范围的题目 麻烦您把suggested reading的链接贴在chat上 链接很多 您要不这样 您写个邮件给我 我把slides发给您 这样您比较容易去 自己点击吧 这样 然后我们学生上多少时间的中文课 我前面其实很快的 但是略过了 我们是每个学期在五十个 在三十七个小时到六十个小时之间 看不同的班 前两年每个星期上四节课 是六十多个小时 一个学期 注意这是一个学期 然后到了第三年 学生是一周上两堂课 那就变成三十七个小时左右 所以其实时间非常少 我们大家对好像对大学都是什么 论学期论学年 我喜欢论小时 因为小时才是能够让我们合情合理的去分析 去思考学生的进步的一个最佳单位吧 我觉得 对 考官需要什么条件 这个您可以去 Language Testing International去 或者是act for 直接Google soact for OPI 可以去找 这个反正我也不是考官 现在这个培训 有不便宜 首先不便宜 其次要一年的时间 但是呢 我觉得 它挺值得做 我知道的做过的同行都有一种 就是说 眼前一亮 觉得这个事真的是 让他对自己的教学 对学生的能力 对考试本身等等各个方面 光想看这样一个经验 老师建议学校用perficiency test做分班考试吗 我不建议 坦白说 我觉得 为什么呢 因为perficiency test跟curriculum不相关 但是呢 分班的话 一定是想着自己的curriculum 像我记得 我不知道周老师今天晚上在不在 我看看周 没在 我的这个大学的木校的这个 恩师 我记得我跟我刚进入大学的时候 要去考他们的分班考试 然后呢 我直接跟周老师说 考不了 这些我看不懂 都是什么 你的专业是什么 你将来想做什么工作 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 我小时候没学过这些 我是看海绵宝宝长大的呀 我是看什么动物的视频呢 看这些跟动物相关的小孩看的书 你要问我虫子叫啥 让我分别去说虫子的各种名字 我可以 当时哈 但是你要问我大学生活 我不会啊 我没学过这个 所以呢 他们当时左右为难 到底是你的实际上你的perficiency 是intermediate med以上 但是你跟我们的课程 所知道的这些内容 又是比这个intermediate的班级要低 到底放在哪里 当时他们挺头疼的 我也挺头疼的 所以perficiency test 有参考价值 但是作为分班考试 我觉得 因为目标不一样 因为目标不一样 分班是进入项目 对 就不是特别合适 谢谢梁老师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 问得非常非常好 许一老师有个问题 请问哪里可以看到更多的wptrpg的资料吗 网上只有一点点sample 徐老师 我回头给您发个邮件吧 我这里好像有一些 您的邮箱 我这里有 我给自己寄个note 我回头或者是微信发给您 我是知道存在 但是具体在哪里 我一时想不起来 可以找的 这个是有一些了 但他不会 他也不会公布所有的考题啊 这一类 对 高老师 achievement test 毕竟perficiency test 所以我们平时教育需要反馈 我们看到achievement test 有相关 但是呢 我这位石老师可能没有参加过我以前的讲座 我是不提倡用achievement test 我是提倡在教学里用performance test 今天谈的是perficiency test perficiency test是个总结性的考试啊 他不是教学当中能用的 也不是教学当中 就是说每个单元应该用的 但是achievement test信息价值真的很低啊 特别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沟通啊 但是呢 我们再找个时间吧 在别的地方 或者是您可以看看啊 梁宁辉老师那个群的那个录像 好像有一部分就是谈这个performance test 也有一些啊 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谈这个事 这个话题也很大 啊 我最后啊 我给老师们看看我是怎么跟学生讲啊 这个好像当时是直接跟他们说OPI啊 我们很多学生要考OPI 我考过五十 我已经我想我考过多少回OPI啊 正式考 我考过两次啊 在大学里啊 但是呢 非正式的帮我们那些老师要做考官的 甚至有一段时间 我大学老师的朋友会通过我的老师来找我 说你能不能让那个学生帮我也考一次 因为我需要一个superior level的 当时我就考了好多回 anyway 我靠OPI的经验挺丰富的啊 而且很折磨人 我的经验是什么啊 我会这样跟我的学生分享要考这个口语面试的话 第一 要小心啊 选择你的话题 比方说跟学生说 如果你一开始说我喜欢阅读 他们问你喜欢什么书 你说我喜欢哈利波特 结果呢 他开始让你好 你跟我讲哈利波特讲的是什么故事 你叙述一下 然后他会开始问你故事深层的这种抽象的问题 你答得出来吗 学生一下子不行 你看啊 他是递进式的这样 同一个话题 不同的程度 或者呢 我以前不是 不是跟老师说 就直接入坑啊 我喜欢运动 运动怎么个运动 我喜欢练武术 好 你的套路是怎么个套路 你来跟我描述怎么做 我也想学 当时直接就知道不行了 过不去啊 我也努力了 但是真的不行 当时直接垮 而且是当众 当时那个老师是希望我可以当众表现一次OPI 当众垮 真的是不爽 然后我还会跟学生说Superior 有些Native Speaker也达不到Superior 所以Superior不一定是一个最理想的目标 考试期间呢 可以停下来 你可以请求 比如说我想一想 这样 这完全是可以的 你也可以撒谎 人家说你你支持美国现在这个枪支管理的方案吗 你可以说我支持 没问题 你可以撒谎 虽然你不是这个样子 他不评估你的内容 他评估你的表达 啊 所以这个是撒谎是可以的 虽然撒谎其实挺难的 啊 然后呢 我会跟学生说你的语言成段表达的组织很重要 Advanced跟就是说Intermediate跟Advanced最大的一个不同 是Intermediate Level是句子的层面 和我说的句串 就是一串句子 但实际上他的语篇这个结构 他不像是段落 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怎么样自己说话的时候说出段落 就是说他有一个话题细节展开总结 这样他是一个有有组织性的一个我们说出口成章 这章是有章法的吗 他肯定是有一个一个组织在那里 而且这个是不是人人母语里边擅长去做的 我们有时候跟人家自己说的母语 发现他东东一会西会的我们也跟不上他的逻辑 这是一个可以训练的内容 这我们高级班也应该学 然后我还会做心理建设 学生要知道这个考试一定会让你垮 始终是让你垮的 除非你是Distinguished Level 我有一次考试 我自己当时考过的时候Distinguished还不存在 然后那是我唯一一次觉得一切顺利 因为我考到最高了 已经已经上不去了 然后老师就结束考试了 他说OK你可以了 那当时还挺爽的 其他每一次都是找到天花板之后就很不舒服 你要有这样一个预期 然后我还会跟学生说你可以看samples 你可以看每一个等级的samples 这些是网上都会免费提供的 比如说然后我们都会介绍intermediate是什么 superior是什么等等这些信息 都要直接跟学生说 但是呢他在就算学生看不懂这个 而且我跟各位说 这个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师不是去翻译 就是不是这段文字的翻译官 因为这个翻译的实在是不像中文 实在是英式中文 因为是直接从英文翻译过去的 其实你让一个非中文老师去看这个 会觉得这写的什么呀 什么意思 我们看得懂 能觉得怪怪的 反正学生可以不用看 他只要知道这是advance level 点击这里 就可以看到advance level 中文的表达 大概是什么样子 每个程度级别 每个语种 实际上 包括让他看英文 或者看他的母语 什么西班牙语啦 这些都有 而且是免费的 然后我还会给学生一些sample topics 让他自己想 你行不行 用中文你能说吗 比如说你对比你的家乡和北京 你怎么对比 有没有组织 有没有逻辑 描述你的Chinese teacher 有一次一个学生描述我 好可怕 他说我的老师有很多毛 他有很多的毛 是白色的毛 然后我心里就想着 我是星星吗 还是什么呀 结果让他描述的 我好像真的是星星似的 反正学生发现他的天花板在那里 描述不出来 对 我心酸 然后比如说 如果你是美国政府 你会 你会开始 比如说 你会出台怎样的 比如说管理枪支的这个法律 你说得出来吗 我会让他们不可以买枪 也不错 对吧 有没有这种能力 怎么做你最喜欢的一道菜 你一步一步告诉我 你说得出来吗 这个我记得当时那个老师好狠 我不知道林家老师在不在 林家老师记不记得 当时林家考我的时候 问你一个问题是 哲学和宗教有啥不一样 你说这问题怎么回答 好难呢 这都是我考过的题 美的定义是什么 我当时就很想反问一句 您说说看 美的定义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的文化和中国文化 怎么看待孩子 这两种文化之间有什么不一样 哇 你看难呢 是不是老师们 你用中文你说得出来吗 还不一定 难呢 anyway 我们会这样做一些 心理建设 包括一些训练 让学生不太害怕 OPI或者是OPIC 等等 对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在你的班 你是到目前为止 用的是STAMP 对吗 还没有用到OPI OPIC 对因为很贵 说实话就是因为贵 我们回到价钱老师们就知道 对OPI很贵 但是老师们如果对 就是说一个项目 怎么样用OPI 这个事有兴趣的话 我还是刚才说到那几个研究 像这篇 这个Isbell et al 2019 还有这整本书 都有很多各个语种 包括中文在内的 很多不同的 包括Heritage跟Non-Heritage 对比等等 很多的这方面的 确实是OPI用的 很多的一个研究 因为当时他们有钱 不是项目内部付的钱 是政府付的钱 来 我同时有一个问题 您说 谢谢小高 刚才说到就是这个 STAMP的考试的那个 Speaking 我想知道他的 你有没有 Sample题目 因为你现在正好在举这个例子 就是ACFL的 因为什么呢 其实今年正好 那个魏老师 他也做了这个 也鼓励学生去做了这个 然后上个学期呢 我的几个 就是我当时教的 初级班的 有几个学生 我也想跟踪 他们的这个 学习结果嘛 就是他们的进步 刚刚得到的 就是上个学期 有个学生跟我说 他 他是当时是我们初级班 零期点那边 可能算是最好的之一了 然后呢 他上个学期呢 他就 他得的是 Listening和这个 Writing的那些 好像是 Writing好像是 Intermediate Mid 然后呢 其他的 几项 也是有 Intermediate Mid 或者High 然后这个学期啊 这个学期 这个到了 第四个学期 结束的时候 他考的是 Reading 是Intermediate High Reading Writing 和Listening 这三项 都是Intermediate High 然后Speaking 是Advanced Low 所以 也让我 比较吃惊 因为我自己是 OPI Tester 考官 对 我知道 我觉得这个 Advanced Low 就是 所以我很 很难 对 我想知道 他的 刚才你解释了一下 说 这个跟 ACFO的 那个不一样 是那个是 Interpersonal的 一种交流 然后这个是一个 让他单独的 就给他几个题目 或者是一个题目 就让他说 我就想知道一下 我想有点 这个 就是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可以 然后Stamp 实际上 我有两个 两个信息 可以分享给大家 第一 Stamp 有类似于 ACFO 这种 考官培训 而且好像比较便宜 好像甚至 他们定期举办 也许不要钱 我不记得 反正我做过一次 然后呢 他们内部怎么评 就是说考官是 应该怎么 给口语的分数 是有一个标准 但是不对外公开 所以我没有办法具体分享 但是我们是有一套标准在那里 我还是觉得偏高 像张老师 您跟我当时就是讨论的嘛 我们觉得这个Speaking 实在是偏高一些 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他们 而且是因为它是个综合的分 它是三个题目 然后综合分数是 比如说如果两个题目是Intermediate Mid 一个是Intermediate Low 它会评到Mid 这样 Anyway 但老师后台可以看到学生 每一项是怎么样的 然后甚至那个数据本身 包括学生的录音 我们都可以去下载 所以其实张老师您有兴趣的话 咱们找个时间可以看我们学校自己的学生 我们可以去听 然后看看我们觉得怎么样 但是呢题目 我记得当年现在题目肯定不一样了 当年我们考 2020年的时候 学生考的时候 Intermediate有这两个我印象比较深的题目 因为学生是发挥了还挺多的创意 题目当然是用英文写的 但是大致意思是说如果你在森林中迷失就迷路了 然后找不到出路了 然后你必须在森林里过夜或者是甚至是住下来 你会怎么办 这是一个Intermediate Level的题 这肯定学生没学过的 然后当时我印象很深 我们班上就有一个学生在那 因为我没有看过 我没有事先看过题目 我肯定不会事先知道 然后当时听我们班的一个学生来考试的时候 他说我会做一个家 我会用木做一个家 然后我在想他在说什么呀 就完全因为我不知道题目是什么 他说他想说建立一个房子 但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词汇嘛 他表达的不是很精准 这是一个 你如果在要森林里存活下来 你会怎么办 另外一个好像是让他们描述 描述他们的厨房 还是描述他们的家里 反正还是说描述好像是厨房 然后要具体介绍厨房的各个电子用器 然后位置 包括而且张老师您知道 咱们的教材是很注重这个了 所以刚好学生可能碰巧是有这方面的能力训练比较多 对印象很深的是这两个题目 novice题目问的什么当年我已经忘了 但是包括卫老师现在的后台信息 这些录音其实都可以下载 然后咱们是研究群 我还是最后再说一句 然后我们差不多了 就是说学生的这些数据 其实可以做很多的研究 如果老师们就是说一旦考了 不管是做一个语料库也好 不管是做某一个方面的个案分析 还是说长期的跟踪一个学生的进步 不管是Cath measures也好 还是其他的中文特有的表达的这种具体的句法 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 其实研究价值是很丰富的 所以我这样说是为什么 咱们可以倒过来想 可以用研究基金 一时多的就是对吧 我们一举多得 让学生通过研究基金 让学生比如说让我们的班 考perficiency test 对学生有好处 然后他就变成我们的一个研究计划 而且一套数据 就可以做出很多很多不同的分析 所以从研究者的这个眼光 你看我现在是慢慢就有一点研究者的思维了 读博士就会想说怎么样尽量的利用很有限的资源 发挥我们这种不容易去做的事情 对让他发挥到一个最大的价值 好我们已经严重超时了 这是我像钱老师前面说的 无意间说的高老师有很多话想说 确实如此 老师们也知道我的做法 这个一说就就停不下来了 对 好的那那高老师要么把那个slides发给我 然后我分享给群里的老师们 然后那个视频材料 我整理好之后我会放到YouTube 然后把那个link发在我们群里面 不是我们群的老师 你就email给我告诉我你在哪个群 然后我会把那个link post到那边去 好吗 还有问题的老师 你们就私下啊 email给小高老师 对 我的邮箱刚刚放在那个chatbox里 老师们也谢谢大家这个啊 现在已经快 宝贵的时间呢 有点钟 好啊 对 非常感谢大家 也非常非常感谢小高老师 啊 谢谢了 嗯 客气了 拜拜 各位老师 我们回头见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拜拜